2009年也有这么多童年回忆上线 老规矩 我们按照时间线来判断 首先是09年年初的2月12号 电晶音小子上线 第一次认识了小光和卡比 而且我永远忘不掉那个蛋糕了 而在同2月份的时候 快乐新猫第一季进行首播 每个动画的第一季 都是多少人梦开始的地方呢 5月26号 美猴王上线 这是一部由央视制作的动画 一部从西游记独立出来的作品 因为这里面的猴子 它压根就没去取经 接着来到6月26号 百变猪猪侠上线 古人云看鸡剧报 不看清零动画城 就像四大名著不看红楼梦 等等 窜台了 清零出来把费用截一下 前方更是重量级角色 就在8月1号的时候 三国演绎动画版上线 这是一部中日合作的动画片 不得不说 小日子对于我们的三国文化 真的有着奇怪的偏爱 这部动画的画风和剧情 真的完美还原了我心中的三国 这的里面的貂蝉真的绝美啊 是吧 各位曹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余山轻摇 融入兴望 结一圈跳 什么远旅都未尽着 梦在燃烧 万兵散足散落脚 笼终对分宵 只盼来日等树道 再续处诗标 而在开学季的9月 围棋少年第二步上线 讲述了主球团们长大后的故事 虽然剧情没有第一部那么经典 可比起现在的第三部 已经算是非常优秀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混平轮 混平轮到终起碎天地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ass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花在人间和邪中 花在人间和邪中 而在正年的国庆节当天 神兵少将登场 绝对的童年少做之一 当年席卷全国各大中小学校 不论是主题曲还是片尾曲 就是非常好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在同月 恐龙宝贝之神龙勇士上线 前面神兵小将的OP是王心霖唱的 而恐龙宝贝的 则是林静杰唱的 这容我堪称恐怖啊 我站在世界的雾底 拥走的天下的天地 发现那路的神迹 一起去寻觅 未知的命运 接着在11月月底26号的时候 蓝毛龙集团进行首播 是系列的开商之作 据说又是一部甜剧 一点都不虐 这还不果断开冲 不过历年果曼 这个系列的播放量 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不喜欢看了 还是阿信制作的方面有什么问题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 我努力进行改正完善 因为这个系列我还是想继续做下去的 关流多远你始终在身边 我们并肩冲向前 突破风所险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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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伙伴 把信号加速到接线 go go go